最近汉兰达出了一个380的版本 也就那个2.0T四缸发动机的版本 汉兰达已经有了一套混合动力系统 而且卖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还要再做一个传统的燃油版本呢 正好我们今天过来广池路的广汽风田4S店保养 那正好我们进去看看这车到了没有 如果到了的话 我们应该是全国第一家看到真车的媒体了 自己也没有300T的机械车 暂时没有 什么消费道 暂时现在预定 现在可以预定了 那汉兰达的人跟赛纳的人哪个更有钱 一样吧 可能我觉得群体都差不多 我原来跟朋友聊起来 我说其实开汉兰达的人家点还挺好的 汉兰达说实话 可能买这汉兰达的人可能是有品位 基本的全民的素养和素质 我觉得都比正常的这个车型可能有高一些 现在这个380T价格会跟混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区别是配置上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价格呢 其实还要比这个双型版还要在低于4000块钱 而且配置没有几个 长篇高外观设计都是按照第四代的标准 同一台车直接换到了一个2.0T 对 来您看看咱们的真正的这个双型版的汉兰达第四代 我今天本来是想来看380的 380没看到看看双型 可以参考一下 就消费者就像买这个车的人评价怎么样 评价呢 是因为是这样 因为它是一个转折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过去全是卖2.0T的 原来之前永远是汽油版 然后陆续第三代的就是2.0T了 对 那2.0T的时候呢 这个车双型出来了 双型出来了 可能大部分的消费者可能还不太接受这个双型版 那种油电口核的核心是电池 电池要废的话 这车可能就 虽然就废了 所以厂家推出了电池无忧的一个项目 一个质保 是不限公里数 不限里程 这跟我那种买凯美人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买这台汉兰达的一般都哪些人呢 钢区性的 对 还有一些的就是公司 自己有公司的 我记得我上次拿到这台试驾车的时候 他们说那个5加2加7的一个生活 这个2 3 2 其实人家说的是那个上班5天 两天生活 7个人 就你们店一个月能出多少台车 能出差不多20座 对吧 20台 混沌 对 混沌 但混沌卖的这么好 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2.0T的呢 这个有的消费群体 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弱衷于这个汽油版 因为汽油版 而且现在出的380 可能是比之前的2.0T的 它的动力输出可能更加匹配 更加充沛 北京那边出台的这个购物税减半 2.0 排气量以下30万的开票额 它是可以享受购物税减半的这个政策 所以这个热衷于这2.0T的这个客户群体 它可能更对这个产品更加增加的信心 咱们现在这个混沌是2.5 其实它就没有那个购物税减半了 对 因为它排气量就是属于 对 正好卡在那边 那这个使用成本一年一下来也得要 便宜一个 一万两块钱 一万两块钱 对 而且动力输出 它不次于这个双情吧 来来 我们打开发动机盖看一下 这套混合动力系统应该说是酒精考验的 全世界销量最高的一套混动系统 可不就是丰田的THS系统吗 我那套也是这个 不过装在的是凯美瑞身上 可能说第一点就是省油 这么大的一台车 如果你完全用这种燃油的话 那个油耗肯定是会来得很高的 但是这套系统 你真的是可以在车水马龙里面 每天上下班也能开出一个七个油 六个油这样的一个油耗来 所以油耗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这套系统你开久了你就会发现 它动力其实是强的 但不是那种只给的 它是那种有序的一点一点推给你的 所以动力强但是它又很有尺度的慢慢给你那种平顺性 那种NVH一些特性等等的 这都是混动所给你带来 所以你会问了 其实混动都这么好了 为什么还有人非得要那个2.0T的传统动力发动机呢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会觉得 还是想要那种更传统一点的那种习惯的感觉 油门一踩转速攀升 然后整台车就开得出那种躁动的感觉 它更需要的是把这台车开得那么爽朗起来 让自己更年轻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 那其实也有网友在担心这个说 这一台的2.0T的发动机 是不是把上一代哈兰达的那个动力拿过来就用了的 那不是的 真不是的 我来之前查了一下这套动力系统的来源 我相信很多媒体可能说不清 但是我这次查到的资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套动力系统其实是来自于雷克萨斯的那台2.4T的发动机 然后在这个家族里面 其实也有一台2.0T的发动机 所以广汽丰田把它搬过来放在这里 再来了一个8AT的变速箱放在这里 所以就组建了全新的一套动力系统 就是2.0T的全新动力组合 然后这一套东西命名为380 其实你要去想 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车企 已经都不再去研发新的发动机了 而丰田还是给这台汉兰达上了一套全新的系统 所以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合资品牌是不是对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一直是很之后的不愿意做改变的 但你看在汉兰达身上 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的变化 所以说丰田这种的企业能够做大 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丰田说谁在买汉兰达 这个事就特别有意思 今天春节的时候呢 我们家有一亲戚就看中了汉兰达 然后就开始给我打电话 能不能够想想办法让我早点提到车什么的 然后我还真打了几个电话 打给广池丰田的这个熟人 好像又没有办法 让我们家这个早点提到这时候 答案是no 就特别抢手的一台车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他 我说那咱不把汉兰达行不行 他买别的车啊 这个A车 B车 C车 罗列了一堆 最后我们家这个亲戚呢 大哥二话不说 还是花39万买了一台汉兰达 几乎就是在中大型SUV这里面 就是有汉兰达和其他车那种感觉了 然后前段时间呢 又有一个朋友 他爸爸 也就是一个叔叔 看中了一台汉兰达 说这个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说这汉兰达的确没啥不好的地方 所以叔叔也没再多问了 直接就到店里面去 把电金交了 我说叔叔你都不问问我 能不能帮你要点优惠吗 叔叔说算了 你这个车买 你说没什么问题我就买了 甚至呢我们同事 小强说 他以前的老板是 一边骑哈雷 一边开哈兰达的 我觉得哈兰达车主 其实是一群生活条件 还比较不错的一群人 他们是首先很成熟 然后在成熟之后 又有自己的活力 然后呢 很可靠 在可靠之余 又有自己的冲进 长期主义者的那群人 然后我觉得我也蛮佩服这种人 因为正好是 这样的一群人存在 才会让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 显得稳固起来 你不能把这个世界 都交给那些 二十郎当岁的这个小年轻 不靠谱 你得要有一些这样的 汉兰达的人在那 就像定海神针一样 对 就是这样的 走到停车潮 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台汉兰达 这个是不是380T呢 哦不是 你看 这里有一个混动的logo了 今天很遗憾 没有试到那台380T 也就是2.0T的那个版本 但你说汉兰达这个车嘛 也是我们挺熟悉的一台车 我觉得这么多年 看到几代的汉兰达 就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说木桶理论 什么叫木桶理论 就是一条一条的木块 插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水桶 它取决于哪一块板最短 所以它不能拥有一块短板 对吧 所以你说 混动的车型 在汉兰达身上 已经卖得这么好了 现在再把380T补上来 其实也就是 把这样一台汉兰达的 最后一块短板 给它补上了 今天非常遗憾的是 没有看到新车 但是我们乘坐大家 有机会的话呢 最快的去拿到新车 然后试一试 和大家来分享 感谢观看